前几天是中共前任总书记赵紫阳的一个纪念人 我们看到世界上有很多地方 有许多华人在纪念 有一些人在北京 他们能赶到赵紫阳的故居 去做一些祭拜 那么更多的革命家 改良主义者 或者说这些造反派 在世界的各个角落 甚至在美国 给他开的研讨会 在做着各式各样的悼念 或者说一些回忆的这么一些集会 也有一些人千方百计的 想跟他挂上钩 来证明 自己曾经也是赵紫阳改革集团的成员 说句良心话 本来不想说这个事 真不想说 为什么呢 我们一直说 在中国 这个有一个奇葩 是啥呢 是这个 治疗精神病的一个 丧事公司 它在美国丧事 他们一直宣称 在中国 有1.8亿的精神病患者 精神分裂的人有很多 我们平常呢 其实是找不到几个 最起码 他是不愿意承认的 那么许多精神病患者 他们得病以后 或者说是 他们认为 治愈了以后 往往比正常人还正常 我们只有在极少数的时刻 能够发现一丝端倪 大多数人呢 可能只能像我一样 既不敢说 也不敢笑 那么我就想 想起一句名言 波兰诗人的一个 名言 叫什么呢 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把它翻译成叫 雪崩中 没有一片雪花 是无辜的 是不是 共产党的前任总书记 即便他在历史性的关头 做出了一些倾向于变革的 这些做法 他难道就不是共产党人吗 他维护的是这个体制 而不是要求这个国家 进行民主转型 当然了 一起到这个事 更多的人就马上抓出了 这句名言的另外一个翻译版本 雪崩中 没有一片雪花 觉得自己有责任 我们看到很多人 不断的在辩解 是吧 中共有九千万党员 总有一两个好的 甚至有一些非常非常的 善良 非常非常的优秀 他没说的话呢 其实还有后半截 是吧 跨胡 也包括他自己 我们看到许多前中共党员 不停的在强调 中共党内是有好人的 是吧 中国执政团队内部 是有改良派的 他们极有可能 发起政变 是吧 甚至军事上的 是吧 极有可能 通过起义的方式 来变革这个国家 是 真有例子 是吧 七十年代初 我们看到了一个 五七一工程 是吧 就武装起义嘛 那是谁搞的 四野的司令员 林彪搞的 那后来很多人啊 很多人给他平反 说不是不是 是他儿子搞的 是吧 林立国 伙同 一帮青壮 军官 少壮派 他们搞的 林彪甚至都不知道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说啊 这个 中国呢 中国共产党怎么上台 不用再去研究了 是不是 那么 中共执政了 六七十年了 是吧 七十年的过程中 有九千万人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是不是每一个 共产党员 对中国现在执行的 这个独裁政策 都应该负有责任呢 我们知道 习胖提出了一个口号 叫政治规矩 从来我们没听说过 这个词 是他发明的 不许 不许基层的党员 网易中央 是吧 去年搞了一个 国家监察委 现在已经发展成 全中国人都不能网易 中共中央了 每一个中共的党员 他都是这个执政团队中的 一颗螺丝钉 一个国家的政治 一个国家的独裁 他的专制是由每一个党员 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号召 来完成的 习近平就靠他本人 来管理这个国家吗 就靠七个常委 几百个中央委员 就能管理一个 十几亿的国家吗 不是的 他们有几千万的公务员 吃财政饭 这个里面党员有多少 你可以叠加一下 九千万党员 现在我们已知的 应该是七千万公务员 随着这个政权 逐渐的展开 对民众的监控 加大维稳的经费 纳入事业编制 或者参照公务员标准的 这个队伍 正在急剧的扩大中 那么我们想一想 整个执政团队中 如果说 大家都不去参加党小组的会议 不去执行党组织的这些活动 这些命令 不去做这个独裁的爪牙 中共作为一个政治团体 即便是作为一个执政的政府 他们能达成自己的意志吗 现在我们不仅仅看到 异议分子 在界限模糊地 纪念着中共的前两任总书记 一个胡耀邦 一个赵紫阳 中国的既得利益阶层 尤其是中共党员 还在不断地麻痹自己 他们始终在说 我们只是旅行公务 我们所有的行为 都属于职务行为 没有一个人 能够真切地认识到 你少参加一次党小组会 你在上级有意图 针对地方的一些事件 或者说具体的一些 政策受害人 你能把枪口抬高一寸 你能尽量做到手部沾血 我相信 当我们大家都有了 这么一股认识 尤其是中共党内的成员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的变革基础 才会展现在我们面前 所有的乐观 一定要基于 这些党员 这些执政团队的成员 包括基层的爪牙 他们基于人性 有了自己的觉醒 这才是中国变革的基础 谢谢大家 再见